吃饭了 好像受伤了 后腿瘸了 不让我看呀 还有点软便 也不知道哪个人受伤了 好像这个腿 好了好了你吃吧 不打扰你吃 马了一个这个我好像他都不算太喜欢 他不算太喜欢棉垫的 行了没你事 想收养他 但是他不配合 他跟院里所有的猫都打架 然后院里的猫也不接受他 他也不接受院里的猫 今天来了才来 好像受伤了 他也不在这院里待着 就是饿了才进院吃点东西 不饿他就出去 吃饱就走 我给他买了一个这个我 估计他也不能太喜欢 冬天才是冷才 他可以进这个窝 但是他不进 这个窝还是昨天 我二主人给搭的 然后我把粮食放在那里面 他才进去的 你看尾巴还是露在外面 哎 进去了 出来了在这吃饱了 你看走道一瘸一瘸的 这个腿都岔开了 你过去 露蛋你过去 哎 一瘸一瘸 你上哪儿去了 抖了全是灰了 你告诉我你哪个腿都受伤了吗 喝水吗 你走吧 没事走两步 看看 前爪他不敢落地 他跟我家二猫也打 你看 虽然说对他没有敌意 但是他也就是 对 这样是骂人家 不管枪行抓他 怕他硬提 记得以前我们群友救了一个猫 那猫也是他为老长时间的 然后他就想给那猫绝育 然后他就把那猫抓了 送到医院 一个小时之后就死了 因为硬提 还没等做手术呢 直接到院里硬提 然后就死了 嗯 这有点穴了 这次要走了 你走呀 你再待一会呗 可能是进我这院 不小心拿着了 那让你出去啊 所以说现在救助的情况下 只要猫不愿意 我也不强行弄他 吸收那个群友的经验教训吧 虽然说你想为他好 但是你把他害死了 心里面不也是挺难受吗 嗯 你跟这晒一太阳带走吧啊 来吧 是 会见